日前来自加拿大的学生不只是带团来到淡江高中参访 安大略省牛津郡的郡长更亲自来访 并且到淡水区公所拜访 此外郡长来到淡水区公所 区长不只是亲自招待 更用影片来介绍淡水的美 淡水区淡江高中在2013年 与来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牛津郡的武德斯克高中 签订姐妹校 而在之后的每一年两校都会进行交流活动 而日前来自加拿大的学生不只是带团来到淡江高中参访 安大略省牛津郡的郡长更亲自来访 并且到淡水区公所参访 非常的高兴 实在是太棒了 这里的人们都非常的友善 非常的亲切 实在很感谢 加拿大学生来这里体验台湾的文化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 他们还可以在这边 我们一起跟我们学校的学生一起上课 从上课当中 他们去了解不同的文化背景 所产生出来的这些课程的一个期待 那我们期望的就是说 学校本身 淡江中学本身是马街所创办的学校 那我们透过这个马街所创办的学校 我们两个之间跟两校之间来建立更多的友谊 来自加拿大的牛津郡长表示 看到淡水美丽的景色 还有热情的民众相当开心 而另外校方说了除了学生来体验在地的人文 更一同上课 此外郡长来到淡水区公所 区长不只是亲自招待 更用影片来介绍淡水的美 区长表示加拿大是马街的故乡 淡水区在九年前就与牛津郡结为姐妹婿 每年都有密切的交流活动 而这一次区长更希望将淡水过去到现在 所发展的成果展现在郡长面前 获得更多交流 并且可以增加双方的友谊 记者许多万一的学生方报道